2 3 4 杨小光 男 38岁 黑龙江人 华中师范大学网络教育 行政管理专业 大专在语 床前进照我们的月光 已是地上全是霜 举头望着那明月 我的名叫杨小光 北京官称叫胖岛 干过水暖沟 修过脚 按过膜 也卖过酸奶 干了这么多活 总结一个经验 没文化真可怕 通过我自己的学习 走进了北京的导游这个行列 我现在有北京 100个北京导游群 2018北京导游之星 培训过近千人的北京导游 在这儿呢 我很平静 现在呢 很纠结 想找一份旅游自媒体 或者培训师的工作 谢谢各位尊敬的企业家 你平时工作也是这发型吗 我的这个也是为了在 非你莫属 飞黄腾达 为什么要保持这样一个发型呢 是导游要这样做吗 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性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要旅游的一个自媒体 其实也不是光旅游 就是一个新自媒体 自己的一个展现 想吸引别人 嗯 是这样的 今年38 对 树猴子的 什么时候干上导游这行 就2002年那个时候吧 2001年的时候 就之前就来北漂了 对 就你刚才说的那段经历 对 以前修过脚按摩膜 后来怎么就修脚按摩 变成导游了 你跟我说说这一事 哎呀 说起来就是从一个 不知求知 到认知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说了 没有文化 真的太痛苦了 因为我修脚按摩的时候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能 我不能跟我同学说 我不能跟我朋友说 也不能跟我亲戚说 这个修脚按摩 是丢人的一件事 怎么丢人呢 我觉得一点不丢人 我觉得如果你要 跟朋友 同学说 你是干嘛的 工作的 我是修脚的 按摩的 我好听点是按摩 再说不好听一点 按脚丫子的 那么每个行业 没有高低规线 只要你这么人干得好 你能解决这事 人家就找你 对 这就是尊重感 后来回头再想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账 是 是 是 后来我在想 如果我回头再看 我现在刚做了旅游 我修脚把它再修好了 也有连锁的 也有很好的 真的有 我觉得这个成长的经历 只有人经历过了 才能说得出来 说得出来 总回味的时候 用岁月去回味 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 我在修脚按摩的时候 真心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你导游吧 导游的话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从我这个戒指说起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飘 你怎么说话老跑偏呢 又说到戒指 我说你怎么干上导游的 你先说 从这个01年左右的时候 来了北京 到故宫那儿 有个小女孩在讲解 我觉得我也行啊 然后我就报名了 没想到 真的把它这样烤下来了 从那开始就做了导游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干了导游之后呢 干得好不好 干得非常不好 因为底子低 还有一个情商太低 老爱跑题 在导游的过程当中 情商低也会跑题吗 那必须去年2018导游大赛 就是因为跑题 前近四名一下 我就能拿到那个铜奖 结果就24 才是跑题的 就跟刚才发的毛病一样 谢谢 我把你给随时给揪回来就行了 谢谢您 谢谢您 这可能因为我的文化 这个底蕴不对 而且我老活在我的 这个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爱跑题 那你就说前几年导游干得不好 对 特别不好 前几年 几年 最少在我爱人之前 你爱人来了是吧 那你是遇上你爱人之后 对 对 你这个导游的事业 才真正开始辉煌 对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呀 他是刚刚来北京 他没出过男朋友 刚刚来北京不到20天 在这个前台做迎宾 我喝着酒 栽栽愣愣地就往这个酒店门口进 结果就遇见了他 然后里面的酒店经理 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然后我们就阴差阳错地 就凑到一起了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酒店经理 他也干了酱 今天我干的这事啊 他说的情况属实吗 是 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会认识 这样一个喝得醉醺醺 栽栽楠楠的人呢 开始是不是很喜欢 只是一个姐姐吧 她是说 您可以跟她交流一下 我其实是差了 我认为是另一个导游 后来跟她能走下去 应该是她带团 我没有做过旅游这个行业 她带我去了一下长城 我觉得听到讲解 好像吸引了我 长相是没有吸引我 你讲一下长城 我们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吸引我们 讲一下 就当时那场景啊 首先祝贺大家 将要成为真正的好汉了 一会儿我们将登上 北京的八大岭长城 真正领悟到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境 屹立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万里长城 被誉为中华之魂 把我们鲜血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永远是国歌中 最高亢的一段 天高云淡 望断难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爬到山顶一身汗 回家想想 不遗憾 非常好 非常好 很专业 就这一段 把你征服了是吧 好像有好感吧 就有一点好感 后来说到这戒指 你刚刚不是说戒指吗 戒指怎么了 打断一下 为什么我这戒指 一定要说呢 有点强化了 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亮点 这么些年呢 我想在做旅游棍的时候 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如果说 他能拿出自己的真情 再配上他的语言技巧 他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棍 现在生活怎么样 有房有车 有孩子了吗 有 那你现在已经出了名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胖哥了 然后这次媒体也做得不错 你该继续干吗 你跑这来干嘛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不能说自己有多大 我就是一个正能量 特别想 把我的快乐呈现给大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今天就是冲 六人游来的 不是 这些地方 我都有所了解一点 你要转行 你不做导游了 我要做自媒体 我觉得就是每个企业 都有它需要自媒体的一块 然后我们能有思路 把它更好地去开发 那你应聘的到底是什么职位呢 自媒体 旅游自媒体 或者是各个企业 它都有它的自媒体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到8K左右都可以 你干什么 比如说帮企业编一些 这个合适的打油师 送口溜啊 还有 最低薪酬六千 可以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必须北京 因为老婆孩子在这 两方 双方的父母身体都不好 父母在 不远行 百善孝伟先 子余孝儿 心不带 我就感觉 我身边呢 有一个中华诗词土字机 你知道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剩下五张 天生我有才 我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 一首原创歌曲 说唱北京 先鼓掌 后欣赏 鼓掌的都是董事长 谢谢鼓掌的好朋友 万里长城 永不倒 来点掌声好不好 魅力北京五都城 政治文化大中心 代表中国与世界 世界遗产美名扬 引经据典说历史 听我细细 讲分享 故宫建筑盖殿下 雕龙画风不简单 可能也这就是我的一种风格 就是接地气的大白话 我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 我也华丽不了 但是我认为 我自己的 这是我多年 自己悟出来的一个特点 勿忘历史勇牢记 北京胖岛讲传承 讲传承 说传承 听我聊聊北京城 北京城的规矩多 听我慢慢跟您说 先说请 不说您 牢这些些用得轻 只排土不排外 一句新声 真崩溃 你确实还是很值得鼓励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手来 他觉得新媒体很好 抖音很好 什么什么都很好 就是没有试过 而你确实从一个 很普通的导游 甚至从一个按摩师 开始这么一步一步 去尝试新的 这个确实非常需要鼓励 我就是想创新一下 因为我这些年没有人给我名师主录 所以我就想寻求这么一个真正的名师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留下来的五盏灯都是不同的企业 假如我现在的抖音号让你来运营 你下一个发什么视频 我要发一个 就现在从一个修角的那么一个小山沟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 能跟到我们大主持人 我岳母的偶像站在一起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发在我的抖音上 那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励志 再想一想 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思路的 也就是说旅游才是它的根 如果脱离开旅游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无缘之水 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招聘启示写道 我私包三餐 有期权激励 实行扁平化管理 薪资全行业最高 他就是想把你的所有的能力 潜力都挖出来 跟着这个企业一条心 一直走到底 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公司 首先他告诉他 他认可你 他告诉你 包三餐是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好 有期权激励告诉你有未来 扁平化管理又是你的工作环境 总而言之想告诉你的是 不管你的现在还是你的未来 还是我们的福利待遇 我们都是现在好业最好 我总觉得这种招联系是 一眼看上你有点不太靠谱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因为之前就是网上 也有个这样的段子 然后是这么解读的 我不知道解读准不准确 他说我们公司包三餐 就是我们公司要加班 加班时间不定 然后没有加班费 你可以死吃 但是多加班就好 然后有期权激励 就是创业公司 现在不能给到你什么承诺 所以就先告诉你说 有期权鼓励 但是这是很厚化 实行扁平化管理 领导跟我在一个屋 薪资全行业最高 没有年终奖 其实本质上它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企业现在很需要人 或者说他们其实还是非常重视人才 但是真正的企业说 这样到招聘局上这么写 确实并不多见了 就很极端很极端 就这样的招聘 感觉如果不是这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一定是 这公司一定是一个早期公司 所以这说明它很单纯 无论外面会有多少的 这个花花事件 无论飞多高 不在乎飞多高 关键是安全平稳着地 我一定要着着地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两盏的 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一万七千 这样的薪酬可以吗 底薪 曹总我觉得 我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你就直接说要它加多少 我的意思一定要一样 这样的话我会把所有的点子 所有这三十八年的 所有的这个接地气的 大白话的 最土著的思绪都给您 一万 不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你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说你如何去把你的想法 去肆意地去实施 而是踏踏实实回到 你导游旅游顾问的本身 职业上来 你先把旅游顾问这一项做好它 然后我们可以去探讨 你更多能力的东西 曹总 我刚刚觉得相反 我觉得它可以从一个 按角的 人家 把他去找导游 一轮到自己的抖音 我觉得 其实这媒体刚刚好需要这种人 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框 我们单单那个 没微博的主题 可以去到1.65亿的人群 在看 那我觉得今天 你会把你的影响力放得更大 好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小黄鸭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去吧 小黄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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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谁有五个 小黄鸭